5号零点至5号的16点 韩国新增32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病例升到了6088例 死亡病例增到36例 此外呢 韩国政府今天宣布 目前庆山市内已经出现了二代感染 和小规模聚集性感染 考虑到青上北道新冠肺炎 最近新增病例主要是集中在庆山市 决定将该市列为传染病特别管理地区